人没钱不如鬼,汤没味不如水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让我深有体会 我和我老婆是通过一次公益活动认识的 那一次很多年轻人都参加了 正好我们分在了一个组 当天她给我的感觉非常好,让我眼前一亮 对这个做事有条不紊,心中满怀爱心的女人深深吸引了 活动结束后,我留了她的联系方式 晚上经常都聊到11点 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 久而久之,我们互相都有了了解 而且也出来一起吃过饭,看过电影 有一次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她答应了 当时非常开心,因为我已经年龄不小了 能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确实不容易 而且我们彼此也都是奔着结婚去了 我内心觉得她就是我未来的老婆了 慢慢的爱情长跑了两年,这其中经历了很多 一起去旅行过,一起见过双方的父母,也闹过几十分手 最后都和好了,让我觉得刚安定下来结婚了 于是我向她求婚了 给她买了99朵玫瑰和一个钻戒,并且请了两个花童 现场举办得很浪漫,她如愿以偿地答应了我 我当时真的开心疯了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心理感觉,就如同中了五百万一样 高兴到快自息了 因为我家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和我老婆快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也没有多大能力帮我,就给了我八万块钱 我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郊区买了房子,付了首付 并且房产证上也加了她的名字 房子买好后,我也和她明说了 让她父母少要点理钱 我买这个房子,几乎是花了我所有的积蓄了 要个一万零一是个意思就行了 她也同意了 可她父母不依不饶,非要三万八 原因是她父母的邻居家刚嫁出去的女儿也是三万八 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要得比人家少 不然在邻居面前没有光 后来我和我的父母和大家沟通几次无果后,没办法 我自己问同学借了三万块钱 心里只想着快点把婚给结了 第二天下午把这个钱送给她的父母 才把婚礼给定下来 几天后我们结婚了,这也让我收了一口气 婚礼结束后,我把收到的礼钱拿了出来 还给了自己的同学 付了酒店婚宴钱,基本就所剩无几了 我仔细算了算,至少婚礼大概花了八万多 这个是我两年的收入,很是心痛 没过几天,我和我老婆回娘家 我让我老婆把彩礼钱要回来 可没等我老婆脏口 她妈竟然又让我把车子买好 再给她女儿,不然不给 这让我怒火中烧 她上了这么个丈母娘,真的让我欲哭无泪 我饭都没吃,就假装有事离开了 这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无理需求 再等着我身心疲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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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